新北市是全国设立最多都会区老人日间关怀站的城市 其中也包括原住民长者的关怀照顾 不但带着长者运动也帮长者庆生 希望长者走出家门健康乐活 找到心灵以及生活的寄托 一二回来回来再次 一二回来回来 一二三四跟着动健康教练认真动起来 五百多位原住民长者乐开怀 新北市设立老人日间关怀站 有一群无私奉献的志工 热心的照顾关怀原住民长者 带着他们秀出自己展现健康 虽然过去大家在部落彼此互相照顾 在都会的现代化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志工的参与 所以我们感谢所有的日间关怀站的这些志工 以及所有的照护员对我们原住民长者的照顾 就是当我们老在一起用爱心关怀我们的长者 为了感谢志工的无私付出 市长朱立伦特别颁奖表扬表示肯定 其实志工平日除了陪伴 做了更多文化扎根的工作 老人日间关怀站 它其实不仅只是对老人的关怀 也对文化做了很大的贡献 那未来107年度以后 我们要在29个区再继续广设 那目前新北市一共有15个老人日间关怀站 107年度以后我们会希望可以在每一个区的逐步拓增 14号这天在市府六楼特别安排为12月出生的原住民长者清身 市长朱立伦为102岁原住民人瑞张阿嬷围上了保暖围巾 大伙开心的切蛋糕祝所有寿星生日快乐 记者沈志永新北采访报道 我已经有没有人赠来 我今天就能赠来 我 ao你赠来 我偿不赠来 我还是要赠来 我现在就能赠来